位在基隆校医路的一家烧烤店 昨天晚上用餐时间 突然一阵噼里啪啦响 之后就冒出大量的浓烟 店里头二十多名的顾客吃到一半 吓得纷纷拔腿往一楼冲 但是惊慌失措之下呢 带的是烤肉用的筷子跟夹子 反而贵重的钱包手机忘在店里头 还好没人受伤 消防人员通知屋主 消防人员忙着通知屋主 因为这家位在基隆市闹区的烧烤店 在19号晚上发生火灾 由于是用餐时间人潮众多 许多民众在逃生的时候 将吃饭用的烤肉夹跟筷子 一把抓起往外冲 手机钱包却留在现场 有啊 有吓到 我们钱包跟手机都在里面 对啊 刚消防员那个看水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 立刻拉水线冲到二楼灭火 原本刷烤店内炭火产生的浓烟 再加上火灾烧出的黑烟 造成现场浓烟密布 还必须动用到大型排烟机具 来排出浓烟 进入现场后发现桌子和锅具 都被熏得焦黑一片 鞋子也散落一地 不过幸好原本忘在店内的 重要财物平安归来 我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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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手机找你拿回来 右手拿筷子 左手拿失而复得的手机 兴奋大叫 索性现场无人伤亡 至于起火原因 有待见识小组调查厘清